看看新闻吧 本来孙丽生孩子 这是件娱乐圈的大好事 但也许是因为之前 长一谋超生事件的影响太大 所以这孙丽生二胎 到底算不算超生 还真让人挺多质疑的 首先众所周知 孙丽和邓超都不是独生子女 各自立友兄弟姐妹 而想要在香港生产 夫妻双方中 也必须要有一方是香港籍 所以大家都很为邓超孙丽担心 这钱要是罚起来 估计比张艺谋导演差不了多少 不过咱们孙娘娘也是聪明人 可不会轻易去淌这趟浑水 就在大家纷纷质疑 邓超孙丽超生之时 就有人在去年目击到孙丽 在香港入境处办手续 疑似是申请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 如今孩子又在香港生下 难不成也是证明 孙丽已入香港籍了吗 娱乐喜天地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要恭喜娘娘 贺喜娘娘呀 编辑报道